花蓮力心基金会关怀弱势妇女提供给弱势妇女就业的新工房 受疫情的影响不论是实体店面或者是寄卖商品 收入来源都减少了很多 为此力心基金会从即日起到8月31号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办了1200度浴火重生爱的琉璃精品展 还有异卖活动 期盼民众可以用实际行动支持感受妇女姐妹们的生命故事 由花蓮力心基金会主办的1200度浴火重生爱的琉璃精品展 即日起至31日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展出 上百件的琉璃珠精品在策展人梁国荣的牵线下 和青年新锐艺术家卢俊翰合作 提供泰鲁格峡谷献稿创作 再由新工房的姐妹以琉璃莎完成一幅幅深具意义的类马赛克画作 还成列了许多琉璃饰品 在父亲节这天举行开幕茶会 其实在防疫期间新工房对我们新工房来说 打击很大的是我们的店面全品 我们原本在暑假会接很多的DIY款也都全品 所以等于新工房是没有收入的状况 那很多姐妹其实要负担家里照顾者的角色 所以很多时候她们也要请假在家照顾小孩 那上工的机会不多 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还依然的记着我们要完成这个展览这件事情 然后找出她们的画作然后创作 那她们也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她们可以专注 可以改变她们的心境 那这个对我来讲就很重要 这个展的意义固在这里 我们这一次这个展是艺术家卢俊翰先生他提供她的画作的线稿 那结合我们的琉璃沙 然后做了一个沙画的一个拼贴的一个艺术作品 那同时间也刺激我们的姐妹们去创作自己的琉璃沙画 那每一幅作品都是艺末 艺末所得会捐助在这个新工坊 那让这个工坊可以好好的运作下去 那可以培训更多需要的一些受报妇女 那如果民众来这边参观 然后看到喜欢的作品 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那可以我们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个作品的价格 然后还可以购买的方式 花蓮丽星在地服务届满14年 超过2万人次的服务 帮助东岸偏向弱势妇女 其中提供准备性的就业职场环境新工坊 让受报妇女在创作中找回资讯重新出发 我记得有一年针对到丽星 然后我们看到丽星有非常棒的作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夏丽嘉莉华的那几天 其实我们都请秀吉在夏丽嘉莉华 把丽星的作品看待在身上 就是希望透过夏丽嘉莉华 也把利息带到全球 带到世界去 希望这个团体因为如此更加伟大 因为小小的温暖 但是确实困难到的力量 所以希望能从1200对着锤链 换到7200这个系统 在这里非常感谢丽星基金会 长期以来协助我们的家暴妇女 以及经济弱势妇女走出阴霾 今天也谢谢我们丽星基金会 以及我们的策展燃亮国荣 带来这么丰富的美丽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来到我们浩克艺术村 既然香港所属于大家的 希望我们有美丽的展览 未来的幸福都可以跟我们来做联系 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一个月的时间 来到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我们坚持做好防疫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在疫情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孤单跟孤疾 让我们美丽精透的琉璃珠 带来给大家更加的一种氛围 来为我们的生命继续创造幸福 开幕茶会同时也举办DIY研习课程 吸引许多民众参加 多位贵宾也以行动支持典藏其中作品 包含县长徐贞 家人厢长刘淑珍 以及秀林厢长王玫瑰 其他像是199生活百货董事长李蒙德 帝国实业董事长黄新正 陈东瑶先生等人也抛砖引玉 带头响应认购 1200度浴火重生爱的琉璃精品展 展期至8月31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用行动支持关怀弱势妇女 接着长帮演解案箱报导